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眼里呢 我又好像是一个见证人 看着洛洛一路成长 和洛洛一起经历了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 但洛洛呢 却始终如同黑夜里的那颗最闪亮的星星 带着永不熄灭的光芒 点亮黑暗 好像 从来都不需要别人为她担心 当然了 更重要的是 我还见证了洛洛与制作人 从重逢到心意相通 再到现在成为了彼此的太阳 虽然有时候我会为你们的每次擦肩感到些许的揪心 但我更心喜于你们的每一份幸福 很高兴能陪伴大家走到第五年 祝恋与制作人五周年快乐 也期待制作人和周其乐不止这一个五年 还有更多的更多的五年和更多更多的故事在未来发生 各位制作人好 我是阿杰 前段时间看着日期啊 突然就想起来已经和白警官认识快五年了 是时候找个时间 再跟白警官约个饭 去去就了 相比五年前啊 现在的白警官可是变化不小 当然了 这些变化多数都是源于制作人 自从与制作人相遇 他从一个无所畏惧的 正义勇敢的特性 开始有了心里最重要的牵挂 会为你感到紧张啊 慌乱啊 不经意间还会流露出大男孩的可爱 也终于开始 因为你去留意自身的安危 这个呀 我想应该是他最大的进步了吧 当然了 作为他的朋友 看到制作人实现了他年少时的梦 一直陪伴着他 走到今天 我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 在这里呢 希望制作人能和白起一起 在未来去体验世界上更多的美好 最后 祝练语制作人五周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配音员夏磊 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 一转眼呢 已经到了相遇五年的日子了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许牧和我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约定 希望能给制作人带来特别的 有意义的纪念 五年留下了很多丰富的回忆 许牧和制作人一起经历了很多 在林间放飞萤火虫 在极光下捕捉最美的画面 在下雨天里看过的老电影 窗台上的小只子 也在精心地呵护下欲发貌盛 相信对于许牧来说 和制作人共度的时光 都是他心中最美好的色彩 那对我来说呢 一直都很高兴能和制作人一样 陪伴老许 看他一点一点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悄悄地说 现在的老许比五年前的老许 已经进步很多了 这都要多亏我们的制作人 最后 在这里祝练语制作人 五周年快乐 也祝我们的制作人和许墨 在未来拥有比五年更多的 更幸福的相伴时光 大家好 我是配音演员吴磊 今年已经是认识 李泽言的第五年了 好像眨眼之间非常珍贵 非常值得纪念的五年就过去了 在这五年中 我也看到了李总的很多面 从一开始那位不苟言笑的K 因为由你走进他的世界 让我逐渐发现他更成熟 更温柔的那一面 他不只是一个 认真对待工作的人 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 在制作人的身边 李总甚至还会撒娇卖萌 当个学人精 我都忍不住想笑话笑话他 当然了 因为有李总和制作人的陪伴 感觉每一年 都变得更加有趣 更加意义非凡 想必李总也会跟我有 同样的感受吧 我真的非常期待 在未来 制作人和李泽言 一起创造出更多奇迹 非常感谢和大家一起走过的五年 最后 主链与制作人 五周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配音演员赵璐 终于到十二月了 很高兴和大家 一起来庆祝 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从我认识林萧开始呢 他就一直是一个自由的人 勇敢的人 和他在一起呢 常常会遇到各种的意外 但是呢 又能收获超乎预料的惊喜 真的很高兴能够和他成为朋友 与林萧相遇的这段时光里呢 他一直在带我体验生活中的无限可能 这一点 制作人比我更深有体会 相信有他在身边 制作人一定体验了很多有意思 又充满快乐的事情 虽然他不太习惯去说些肉麻的话 但相信你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他其实非常非常开心 能够认识你 陪伴你 和你一起创过 无限的未知与冒险 OK 那最后呢 祝练语制作人五周年快乐 也祝各位制作人天天开心 和林萧在一起 在练语室 能够创造出更多 只属于你们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